这个男人对自己太狠了 盘盘中对面黑大佬不讲武的狮子大开口 踏过断食起桌上的玻璃杯 前有香港蛊惑宰家灰吃汤勺 后有怒罗拳大佬手捏玻璃杯 你们觉得他俩哪一个更狠了 而所谓怒罗拳 指的是日本战败后留下的遗孤组成的暴力团体 他们代表憤怒 团结和权利 因在家乡得不到尊重 只能去到日本生活 谁知在此地 他们依然活得如同龙鱼 为了抱团取暖孤儿 有了怒罗拳的存在 现任大佬明哥乃社团第三任华士园 他是台湾第二代遗留孤儿 未加入黑帮前 曾在老家有过一个不幸的童年 身为一代一孤的明哥父亲 因长期饱受当地人羞辱 为了缓解抑郁不幸染上毒瘾 长期吸食导致他的精神变得混乱 一次意外尽措手将妻子杀害 母亲的死让明哥陷入绝望 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 他使其小刀结果父亲 事后潜入偷渡船只逃到了日本 由于黑暗的过去 明哥和他父亲一样变得不太正常 他将自己的不幸怪在两类人身上 一个自然是发动战争的 罪魁祸首小日子 第二个便是常年 歧视他这类一孤的同胞 之后明哥加入怒罗拳 凭借浩勇斗狠一步步走到如今地位 权力大了他内心仇恨的种子 开始发芽 上位后第一件事便是虐杀一名日本警长 理由是此人曾公开辱骂过一步 案发现场一片狼藉 警长尸体被分割成了七块 负责调查此案的是一名叫阿龙的年轻警察 看着地上沾满鲜血类似关刀的凶器 他大概猜到了凶手来自哪个帮派 能将作案工具明目张胆地留在现场 如此挑衅警方的举动 只有怒罗拳的人做得出来 阿龙曾与这帮遗留孤儿打过数次交道 深知这帮人的凶残余很烂 根据现有情报他抓到两名可疑分子 对方皆是怒罗拳的骨干成员 想要从他们口中套话无疑是痴人说梦 即便是在黑道上有着杀人警探称号的阿龙也一样 他的私行没能撬动两人的嘴反而给了律师机会 在明哥雇佣的律师保释下两人得以释放 让阿龙想不到的是这名律师竟是自己亲弟弟小龙 他花费大量工资培养对方成才 谁知道却是养了一个黑道帮凶 面对哥哥的质问小龙没有过多言语 他的选择其实早就有计可选 原来阿龙两兄弟和明哥一样也是二代遗孤 相比起明哥遭遇他们算是比较幸福 父亲是日本老兵 战死后母亲带他们来到日本生活 并在当地嫁给了一个小日子 然而即便这样 阿龙兄弟俩也因身份问题很难融入社会 遭受歧视和侮辱也是家常便反 好在阿龙刻苦努力考上警校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和明哥仇视两类人不同 阿龙内心只对一类人怀揣怒 那就是坏事做尽的怒罗犬 他身姓华人遗孤宝兽欺凌 就是这类人破坏了他们的名声 导致遗留孤儿在社会上得不到认同 所以阿龙面对怒罗犬才会重拳出击 可弟弟小龙又和大哥的看法不一样 他在律师学校遭受的歧视比任何遗孤都多 只因校内学生大多来自上流家庭 自然看不起小龙这类人 长期的校园霸凌和羞辱让他心态逐渐扭曲 从而产生一个可怖的想法 那就是极尽所能干掉这群自以为高贵的小日子 了解到怒罗犬的人跟自己有着同样想法 小龙便申请加入组织 不想明哥却觉得他太过斯文将其拒之门外 小龙只好时刻跟在明哥背后 以便立功取得入会资格 而为了让弟弟从黑道脱离出来 阿龙也开始了针对怒罗犬的计划 时刻在暗中盯着对方 一场悲剧也因此埋下伏笔 日本唐人街区域 扶青帮上海帮等华人社团汇聚一堂 他们再等另一帮派的到来 那便是一股组成的怒罗犬 就在最近 怒罗犬大佬明哥三番两次挑衅日本警方 此局惹怒了当地众多华人黑帮 因为明哥的举动让警方同时也盯上了他们 导致诸多地下交易不能实施 作为华人黑道界顶流的扶青帮最为恼怒 大佬龙叔让明哥停止一切针对小日子的暴行 不然自己就会亲自动手教育你们这帮遗孤 面对龙叔的威胁明哥不为所动 我 要说的话 就完了 好 好 好 如果你把我当成敌人的话 你就走吧 得罪了胡青帮明哥知道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他为人暴躁却也不意味着准备 黑帮火拼打的不是人手而是金钱 为赚钱做后盾他来到山口祖地盘 此地是红灯区办公室 明哥想要与对方合作 将帮那女人送到这里上班赚钱 不想山口祖老太不想与怒罗泉的人打交道 他张口闭口一个下等一辜 这直接触碰到了明哥底线 老太的下场就是眼珠子被活生生掏了出来 干掉老太后明哥逃之夭夭 不想途中遭遇山口祖的人 而躲在暗处观察的阿龙也在现场 面对黑白两道的围捕明哥进退两难 关键时刻小龙驾车出行 在他的帮助下明哥顺利逃脱 事后为感谢小龙相助 明哥答应了他入会的请求 刚开始明哥以为小龙只是一介书生 一番谈论后才知对方内心仇恨一点也不亚于自己 而且对方的律师身份也能给组织带来很多帮助 如此看来可谓是捡到了一块宝 小龙加入怒罗泉的消息很快传到阿龙儿里 他不懂明哥有何魅力会让弟弟如此着急 在对方资料中他被一所台湾慈善医院所吸引 此地法人竟是明哥 身为黑道狠人怎么会做善事 其中必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刚好警局有一罪犯要遣返台湾 他便主动申请此项任务 借此机会阿龙来到了这个从未踏足过的故乡 在当地警察口中他了解到了当地很多文化 看着街上似曾相识的老人小孩 还有夜市充满人情味的街边露台 一切看似陌生却又如此亲切 如果不是那场战争 他是否会是路上其中一员 又是否会比现在更加幸福呢 然而眼下还不是念及救土的时候 他请求台湾警员告知关于明哥的故事 从其口中得知对方事迹后阿龙陷入沉默 原来明哥的遭遇和他极其相似 甚至比他惨上数倍 两人来到明哥开的慈善医院 在这里或许阿龙能找到所谓的答案 然而等待他的将会是地狱般的景象 警察缓缓拨开小孩的衣服 露出了令人胆寒的手术刀疤 这便是器官买卖受害者的惨状 而你根本想不到这是在一所打着慈善招牌医院发生的事 更令人无奈的是即便知道真相 警方对此也无能为力 因为小孩是家中亲人签了条约主动售卖的器官 一个愿打一个愿矮 而且买家多是上层权贵人士 他们有无数办法让医院能够屹立不倒 没办法 一个器官就能养活一大家子 试问哪个穷人家庭不心动呢 唯一苦的只能是眼前充满童真的孩子 台湾警员向阿龙保证 自己会极尽一切努力捣毁这所医院 前提是阿龙得回日本给他弄到证据和资料 而日本这边 华人扶青帮对怒罗拳正式宣战 危急关头小龙提出与山口组合作的建议 纵使明哥再怎么仇恨小日子也只能做出妥协 双方约在酒吧见面 律师出身的小龙巧舌如簧 利用器官买卖诱惑山口组 后者如今钱多是大 唯一遗憾便是帮那众多大佬因病早早去世 器官移植交易显然诱惑到了他们 双方一拍集和达成合作 之前的纠纷也一笔勾销 有了山口组的支持明哥得到大量资金和人力 他向福清帮发起反击一举将其灭掉 自此以后怒罗拳一捅华人江湖 将诸多社团踩在了脚下 明哥的野心开始渐渐浮现 与此同时阿龙回到了日本 得知山口组与怒罗拳合作他深感不妙 碍于山口组与他们警方一向交好 阿龙没法利用身份继续调查明哥 而还未等他想出对策 怒罗拳这边率先出击 原来阿龙去台湾调查医院一事已被明哥知晓 为了以除后患后者拜托山口组做事 他之所以不亲自动手自然是担心小龙倒戈 之后阿龙父母遭到山口组残忍杀害 阿龙被重伤侥幸逃过一劫 事到如今他已到了绝路 打算拿命跟明哥拼最后一次 在这之前他调查到了弟弟小龙所在 为了让对方知晓明哥的恶魔本性 他将父母的死告知 谁知这小子已经走火入魔 在他心中已没有任何情感而言 哪怕是养自己长大的爹妈 阿龙见状怒不可遏 两兄弟一言不合展开互殴 结果就是小龙被阿龙活生生打死 事后阿龙在房间找到慈善医院的交易合同 将资料寄给了台湾那位警员 再抱着弟弟尸体走在大街上 路上行人纷纷投来一样目光 而阿龙早已习惯了这等注视 他的目标是将弟弟丢入下水道 以此飘入大海 幸运的话能飘回台湾也算是落叶归根了 数天后 躲在暗处的明哥正在谋划他的下一步行动 那就是囤积实力对山口组展开攻势 将其覆灭后称霸日本黑帮 可还未等他想出第一步怎么做事 阿龙已经闯入房间 并用子弹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原来是山口组出卖了明哥 将其位置告诉给了阿龙 只因台湾的慈善医院被当地警方捣毁 明哥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所谓黑帮哪有什么道义可言 一切都以利益为准 随着明哥的去世 日本江湖恢复了往日平静 第二天 小龙尸体被发现在下水道出口处 而阿龙则辞去了警察身份 因为他已接到怒罗权的邀请 对方开会决定让他担任下一任画室人 而推荐人竟是山口组的大佬 阿龙也欣然接受了这份邀请 他接受的目的可能只有他自己才清楚